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股坛思见》 我是斯基金的李浩德 在旁边是施老板,斯文青施生 施老板,你好 你好 施生,上星期你提到 我们的情况可能差过2008年 不过现在大家可能问 不但差过2008年 可能差过当年大一点 你怎样看?现在大家都很害怕 这次疫情的确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 现在我们世界的大哥 美国其实是 接下来都是疫情最严重的地方 一天的增长 科学家推论,接下来都是几何级数 应该是每天加三成 有些人只能倍计 三月尾,其实没有几多天 今天已是27日 到20万以上 现在美国50个州 都已经有 现在有集中力量对付人口比较密 纽约、三藩市 那些重灾区 其他那些都未曾有 中部那些 有空力去做 我怕整整整整很多都会惹开 美国的医疗系统 是否承担得起 突然间这么多人染病 其中亦有一部分重症 是需要入院的 即是没有那么多床位 没有那么多医生 没有那么多机器 意大利、西班牙 都出现 医疗系统崩溃的情况 就是去看医生的人 多于医院有床位 不要传染病床、隔离病床 普通床位都没有 要躺在走廊、躺在地上 呼吸器不够用 好像西班牙65岁以上 被年轻人拔抬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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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地方的打击 就不只是在金融上出现的问题 透过QE可以解决 你可能是没有了批人 就没有了批生产力 一大批公司活不下去 你回来的时候 不是那么容易重新建立 所以我自己觉得 疫情的冲击 其实现在未曾充分暴露 我怕出现时的景象 如果今天市场未想到那么坏 已经很坏 最近这个星期 美国公告失业救济金 破约300多万 单约2%的失业 还会增加 他们自己的官员也估计 可能有三成人失业 两三成人失业 因为他们的就业情况 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稳固 因为香港多数长工的 比较多 那边是每周出粮 平时星期五出粮 星期四已经花光了 加上现在活动无法恢复 一恢复 疫情失控 收紧经济无法运作 这种情况 我相信要维持 在内地做得这么紧 都要两个月 在相对之前 松散了的地方 我相信要三四个月 很多公司是生存不下去的 现在说无限量QE QE只能够解决资金流的问题 如果你是公司不够钱 给你周转一下就可以 但现在不是周转问题 根本你都不让人出街 不让人去 没有生意做 不让人去服务 他根本借钱给我也没用 借钱给我要还 以后十年都还不完 不如不要做 所以现在美国都负利率 短期息的话 现在美国不仅是买债 好像买ETF 买ETF 买ETF 买很多 我甚至乎他直接 买入企业债 就是扰国银行借钱 而且他买股份也会买 他已经在说 如果帮你也可以 你要给我一些股份 在金融海啸之后 都买过一些股份 或者一些 preference share 那些 我相信 只是 买债买股份也不够 直接是要保铁 这些给你了 现在我们 给了他不用还 航空业 航空业 航空业一定要这样 我相信航空业 旅游业 将来甚至酒店业 那些什么游轮 我相信都很厉害 但是航空业最多是少旅行 没有航空业 就影响大很多 所以航空业一定要救 航空业只不过以后 少些人用这种方式旅行 生产业的影响 都比估计中大 不是复产 就是复产 供应链断了 零部件 全世界不同地方来的 你搞定别人还没搞定 没搞定就拖累你了 你不是说你不生产 立即找另一个生产 立即有 所以特朗普说 叫工作回到美国 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我自己觉得 这一刻 比如美股有些反弹 这个也挺厉害的 这个星期十几个百分比 当然高位跳了三四成 刷心了一旦 但是是不是经济最坏的情况 已经可以估计到呢 如果没有的话 不排除会下多一阵 你刚才说 2008年金融海啸 加上90年代初的大萧条 萧条的定义是怎样? 跌10% GDP就当是萧条吗? 萧条是没有特别定义的 衰退就是两季的负增长叫做衰退 衰退就是因为历史上 大衰退就是萧条 但这次我们面对的冲击 可能比以往更加厉害 一个国家可能是全球性的 所以全部都会受影响 我记得阿先生说的 见底太早了 言之上早 你说这些时候出现反弹 拨铺 有机会捞到一些 但整体策略应该也是 全线出击就不是好时候 我听问阿先生 最近个人投资组合也有变化 很多朋友都想听一听 其实我看不通 现在是每个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就是地产 四分之一就是股票 四分之一就是债券 四分之一就是黄金 比例上黄金和债券是多了吗? 黄金和债券也多了 地产和股票就少了 地产我都没有急于抛售 其实如果说香港 那么多范之中 波动得最少反而是地产 只不过我新的资金进来 会放在其他地方 就会放多了在黄金、带券 黄金这段时间也很厉害 曾经刷得很厉害 有1600多跌到1400 1700也破过少少 跌到1400 就是早两个星期 整个股金债会齐跌 那几天大家都看到波幅比较大 整体来说 愈来愈有信心 我认为你近期的高位 就是资金的调配 就是比较大的动作 就是实体的 股票呢? 股票和我们的股民都最关心 股票我都认为 即是 即是 可能是一次买到便宜的机会 是 但要买这些便宜的东西 你是要有 真的有钱在手 守得住 选择一些 会生存到 有竞争能力的公司 你是 十多年才遇到一次的日市机会 所以先要问一下自己有没有持货能力 这段时间买 我相信买不到太多贵物 只不过 味道不用食息 驚风省 我说 见底言之上早 这个时候买日 都是一个相对偏低的价钱 但因为它会搓上搓下 有机会搓下 可能黑黑出了来 那便前功尽废 所以这段时间 贪心得来 也要看看 如果你有实力 这段时间是千载难逢 机会让你密息一次反弹 即是来近十年 你输赢 就是 你有没有机会捞到底 所以这段时间 大家要 关键时刻 关键时刻 好 所以这样关键时刻 各位观众 记住留意多些 古壇事件 听诗师生 讲讲最新的股票的想法 今日的时间也差不多 多谢师生 各位观众 如果想跟踪我们的节目 记住去到以下的网站 还有给个like 我们下星期再见 谢谢